M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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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UNO 夏天了 你換了季了嗎? 但現在的溫度 突然間可以變到18,20,22 突然間又會下雨 一時冷一時熱 那怎麼辦呢? 今天我會分享一下一條裙子 怎樣可以有10個穿法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這一條 吊底的黑色碎花裙 我相信在很多女生的衣櫃裏 一定會有一條 類似這樣的款式裙子 夏天嘛,清涼一點 簡單一點 我只會配一對波鞋 就可以出門口了 顏色 顏色方面我會配這對毛毛耳環 有東西看得來 又不會很重 而頭髮方面呢 我就會在左邊和右邊 各邊撿一點點頭髮 輕輕撬起它 然後夾著它 這樣就完成了 下一個穿法就簡單到不得了 非常之casual 就是加一件T-shirt 因為裙子是黑色碎花的 所以我選的T-shirt就是白色 如果你在家裙子是白色 或者淺色一點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深色的T-shirt 這個穿法我就不建議用圓領了 我就會選少少V領 這樣就可以配上裙子本身的線條 這個造型感覺上會比較年輕 所以我也是搭配一對Sneaker或者球鞋 包包方面呢 搭配書包 有一種Back to school的感覺 好了 準備下一個造型 就是在這個位置 慢慢摺起它 哈哈 因為我們要準備 把這條裙子 放進這條比較高腰的牛仔褲裏 我就會選一條比較高腰的牛仔褲 因為可以令整個感覺收長一點 個人看起來也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這條裙子 放進牛仔褲裏 所以我就不建議用一些紮身的牛仔褲 鬆身褲或者喇叭褲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咦 頭髮撥到一邊都蠻好看的 喜歡的話 配短褲都沒問題的 如果喜歡女生一點 Girly一點的話 就可以配一條長腸的米色沙裙 如果這個造型要穿T恤的話 最好加一對波鞋 感覺就會更加輕便 就這樣穿 都可以感覺很斯文的 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雖然轉了夏季 但有時候都會冷的 這一件粉紅色的西裝褲呢 就夠了春夏的氣息了 插插 加上這一對米色的船爪鞋 少女味 直接爆燈啊 不過穿這麼高呢 大家記得小心點 想型格一點的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春天和夏天都可以穿皮褲的 但我們不要選一些黑色的皮褲 選一件紅色的皮褲 其實都可以好型仔的 這個造型呢 我就配了一對銀色的布 因為它的質感不會太厚 亦都不會太重 穿起來都不會有冬天或秋天那種感覺 嗯 都幾清爽啊 頭髮方面呢 我就會把它們放下來 一個簡單的微卵搭皮褲 Perfect 夏天啊 牛仔褲當然是不可以缺少了 我選了一件oversize的牛仔褲 將袖子搭起它 雖然我們裡面穿的是一條 吊帶的黑色碎花裙 但是襯著一件牛仔褲呢 自然得來非常之簡約 簡約得來又有些男仔頭啊 好正啊 一個這麼簡約的造型 髮型和飾物就不可以缺少了 這次我就選了一個卡通少少的耳環 還有呢 就紮了一個比較高的馬尾 對啦 紮到上去頭殼頂就對了 下一個造型我就找了這件 藍色的格仔衣服做陪襯 不要以為它們不match啊 其實呢 顏色是可以慢慢配搭的 但是呢 在這個款式上面 我就會在襯衫上打一個結 然後固著腰仔 突顯腰部的線條 然後就把長袖摺起它 感覺就會清爽一點啦 因為現在我們身上呢 已經有兩個pattern 又格仔又碎花 所以我們不需要手飾了 清清爽爽就可以了 配上一雙正式的波鞋 這樣就可以了 配上一個小小的斜背袋 是不是很有初戀的感覺呢 下一個造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街頭活潑風 一件黑色oversize的懷疑呢 就適合了 因為現在呢 我們整個造型都比較簡約 所以呢 我就會選梳兩條邊 活潑得來又不會太over 挺有趣的 如果稍然整個造型太簡約的話 加上一頂白色的帽子 都可以令到感覺再出一點 整個層次就更加突出了 最後這個造型呢 我就會叫它做 溫柔姐姐造型 這個造型呢 我就會配一件 剛剛在裙子的長度 的長袖冷衫外套啦 外套的長度呢 不需要太長 剛剛露到少少腳部的肌膚出來 這樣就可以很可愛 每天有少少成熟感 髮型方面呢 我就會在這兩條邊仔上面 加一個綠色的hairband 因為呢 整個造型呢 都沒有綠色的 加上少少點綴 不用帶其他手飾 都可以好好看的啦 好耶 齊鼓掌 10個造型呢 就是這麼方便 就是這麼簡單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